欢迎大家收看金片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关于OpenAI未来之争 你需要了解的一切 科技限制和银行税 荷兰选举投资者指南 高顺表示 对美国股票的对冲基金压注是有史以来最拥挤的 快照 纳斯达克在英伟达发布财报和美联储会议纪要前低开 英伟达收益 投资者应该关注什么 请大家收看 关于OpenAI未来之争 你需要了解的一切 彭博社 OpenAI ChatGPT的创造者 因其首席执行官Sam Altman被解雇而陷入混乱 该公司的技术每周被1亿用户使用 并已成为竞争对手人工智能公司的基准 OpenAI在一项认购邀约中估值860亿美元 但现在存在疑问 持有OpenAI49%股份的微软 受到了这家初创公司的不确定性的影响 OpenAI董事会上周发布声明称 由于Altman与董事会缺乏透明度 他已被解雇 Altman和另一位联合创始人 Greg Brockman已经回到公司 但大多数员工威胁要离职 除非Altman被恢复为首席执行官 并且董事会辞职 冲突似乎是关于商业化的速度 一些人主张谨慎的方法 而另一些人认为美国应该迅速行动 以避免被中国超越 科技限制和银行税 荷兰选举投资者指南 彭博社 投资者们将密切关注周三的荷兰大选 以了解可能影响银行 科技公司 房地产和航空公司的政策 选举结果将决定下一届联合政府的组成 和优先考虑的政策 作为欧洲最有价值的科技公司 Bisnell Holding因其在支持美国限制 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方面的角色 而备受关注 法和航空公司的荷兰分布 也可能受到限制性航空政策的影响 荷兰国际集团和荷兰银行 可能面临更高的税收和股票回购税 选举还将影响外籍人士的税收优惠 和其他影响该国作为熟练工人目的地的政策 高盛表示 对美国股票的对冲基金压注 是有史以来最拥挤的 彭博社 据高盛公司称 对美国股票的压注越来越集中 平均而言 对冲基金的长期投资组合中 有70%集中在前10个头寸上 最受欢迎的压注是大型科技公司 微软 亚马逊和Meta Platforms 在高盛的对冲基金VIP名单上 随着美联储加息行动结束 科技股重新受到青睐 因为经济增长放缓 对冲基金还希望从减肥药的受欢迎程度中获利 ICI-Li-Lili 是上个季度对冲基金受欢迎度增长最大的股票之一 快找 纳斯达克在英伟达发布财报和美联储会议纪要前低开 路透社 周二 随着投资者等待英伟达的季度报告和美联储最近会议纪要的发布 华尔街主要指数开盘下跌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46.20点或0.13% 标准土耳500指数下跌8.61点或0.19%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67.30点或0.47% 英伟达收益 投资者应该关注什么 雅虎 NVIDIA将在周二收盘后公布其第三季度收益报告 许多投资者对结果抱有很高的期望 NVIDIA股价今年迄今上涨超过200% 在对中国的芯片出口限制之际 其前景将受到密切关注 Stiffle应用技术分析师Ruben Roy认为 由于高端芯片订单和大型语言模型训练网络的势头预计将持续 NVIDIA未来几个季度将表现强劲 ARK投资创始人 首席执行官和首席投资官Cathy Wood解释了 为什么她的旗舰策略不持有NVIDIA股票 尽管NVIDIA在推动人工智能突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The Citadel教授Paul Mix则表达了对NVIDIA股票 本季度可能再次表现不佳的担忧 百度超过第三季度收入预期 重申人工智能投资计划以推动增长 路透社 中国科技巨头百度报告了第三季度营收344.5亿元人民币47.2亿美元 超过了分析师对343.3亿元人民币47.1亿美元的预期 该公司的强劲表现得益于广告收入的增加 因为中国经济开始从新冠疫情的影响中恢复过来 百度在人工智能AI方面进行了重大投资 包括自动驾驶汽车和生成式AR能力的开发 该公司的首席财务官罗隆确认 百度将继续优先考虑AI投资已推动未来增长 对冲基金的羊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糟糕 金融时报 根据高盛Goldman Sachs的最新报告 对冲基金大幅增加了对美国股市壮丽七大 Microsoft、Alphabet、苹果、英伟达、特斯拉、亚马逊和Meta的敞口 该报告显示 对冲基金的拥挤程度是高盛跟踪对冲基金头寸的22年来最极端的 自今年年初以来 这些股票的敞口翻了一番 目前占对冲基金多头投资组合总额的13% 虽然这有助于提高性能 但它被视为等待发生的事故 因为突然的逆转可能是暴力的 早盘 因NVIDIA更新即将到来而稍作修整 路透社 人工智能AI再度引起了热情高涨 推动了科技股的上涨 并引发了大型科技公司将在该领域收购人才的猜测 ChatGPT开发者OpenAI的老板Sam Hoffman被解职后 转头微软 这加剧了这种猜测 半导体公司NVIDIA预计将报告第三季度收入增长173% 华尔街预测本季度收入将增长195% 反映了对其高端芯片需求的爆炸性增长 山姆奥特曼效应 它的超能力正在让人们站在一边 金融时报 OpenAI首席执行官Sam Hoffman已被OpenAI董事会解雇 引发了大多数员工的内部反抗 包括埃里克、施密特、艾瑞·史密特、维诺德、科斯拉、 Vinode、Kosla和Microsoft首席执行官萨迪亚、纳德拉、 Satya and Adela在内的科技名人都赶紧为阿尔特曼辩护 Microsoft为Oppman提供了一个领导AI研究部门的新角色 这位38岁的企业家在建立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生成式 人工智能产业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 阿尔特曼通过他的创意 CheckGPT让全人类都可以使用AI 并降低了软件的价格并推出了AI应用商店 OpenAI已经从一家非引力性研究机构 转变为一家年收入达10亿美元的公司 阿尔特曼被描述为极具竞争力和策划者 具有收集支持和塑造叙事的能力 阿尔特曼雄心勃勃地创造一种强大的通用人工智能技术 对人类是安全的 盘前 美联储会议纪要公布前 欧洲股市接近五二分之一周高点 美元承压 加拿大环球邮报 随着投资者预计美联储将停止加息 欧洲股市保持了五个半星期的高位 美元也降至两个半月来的最低点 Stop600指数保持在455.98点不变 然而本月上涨了5% 有望成为自1月以来最大的月度涨幅 台积电着眼于日本第三家拥有尖端3纳米技术的芯片工厂 日本时报 据报道 台积电TSMC正在考虑在日本建立第三家芯片工厂 以生产先进的3纳米3纳米芯片 该工厂被称为台积电FED23 Phase 3将位于雄本县 台积电已经在日本建造一座不太先进的芯片晶圆厂 并计划建造第二座工厂 如果该计划得以实现 这对日本来说将是一个重大发展 日本一直在提供补贴 以吸引国内外半导体公司的投资 在自由市场中仍然没有比免费乘车更好的乘车方式 彭博社 根据塔夫茨大学的金融教授阿玛尔·彼得的说法 先锋集团依赖他人的勤奋工作 这不是资本市场健康运行的方式 该公司购买所有资产 而不是确定哪些资产被高估 先锋集团的资产价值为7.6万亿美元 约等于德国和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 彼得在今天发布的文件中表示 先锋集团的规模使其成为一个问题 市场预计通过高峰被动来解决这个问题 极又不关心价格的管理者管理的资金如此之多 以至于市场变得低效 然而 这一理论现在正与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 CalPERS进行比较 CalPERS是最大的机构投资者之一 Cambria Investments的MapFaber发表了一篇论文 认为CalPERS本可以通过投资于搭便车者来节省资金 荷兰选民去哪里 其他国家将会跟随 彭博社 荷兰选民对不断上涨的房价 减碳成本和对更严格移民政策的渴望 越来越感到沮丧 财富的增加并没有带来稳定的政治局面 通胀暴露了经济赢家和输家之间的差距 由于三位候选人中没有人的支持率超过20% 所以将需要组建一个联合政府 但选举结果可能反映了欧洲右翼政治的培养民 今日股市 亚洲股市焦头不一 继微软股价上涨引领华尔街反弹之后 雅虎 周二 亚洲股市收盘时出现分歧 此前华尔街在周一的涨势中 微软宣布聘请ChatGPT制造商OpenAI的前首席执行官Sam Altman后 微软股价上涨 中国市场最初受到财新报道的推动 该报道称监管机构已起草了一份能够获得低成本融资的房地产开发商名单 然而 上证宗旨下跌不到0.1%至3067.93点 而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1% 日本日经225指数下跌0.1% 早盘报价 风险反弹持续进行中 路透社 亚洲市场在预期美联储将在明年初降息的情况下出现了反弹 NSCI亚太指数达到了两个月来的最高点 并将创下自1月以来的最佳阅度表现 由于国债收益率下降 美元也对大多数货币贬值 在欧洲 股市预计会略有上涨 投资者的关注点降 集中在美联储上次会议的会议纪要和NVIDIA的收益上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的观察员和资讯传递者 今天我将带给大家一些有趣的新闻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是关于OpenAI的未来之争 OpenAI是一家人工智能公司 他们的技术每周被1亿用户使用 并成为竞争对手们的基准 然而 最近OpenAI的首席执行官 Sam Altman被解雇 公司陷入了混乱 这引发了公司内部的一系列冲突 主要是关于商业化的速度和透明度的问题 这些冲突也反映了美中人工智能竞争的局势 一些人主张谨慎行动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应该迅速行动 以避免被中国超越 接下来是关于荷兰选举的新闻 荷兰大选将决定下一届联合政府的组成和政策优先考虑 这次选举可能影响到银行、科技公司、房地产和航空公司等行业的政策 特别是科技公司Esmail Holding 因其在限制对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方面的角色而受到关注 此外,荷兰国际集团和荷兰银行可能面临更高的税收和股票回购税 再来是关于对冲基金的报道 据高盛公司称 对冲基金对美国股票的压注越来越集中 其中70%的资金集中在前十大头寸上 特别是大型科技公司 如微软、亚马逊和Meta Platforms 在对冲基金中非常受欢迎 这一趋势反映了投资者对科技股的看好 尤其是在美联储加息行动结束后 科技股重新受到侵卖 然后是关于英伟达的报道 英伟达将在今天公布其第三季度收益报告 投资者对结果抱有很高的期望 尽管英伟达在推动人工智能突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一些投资者对其前景表示担忧 然而,许多分析师预计 英伟达未来几个季度将表现强劲 特别是在高端芯片订单和大型语言模型训练网络的推动下 接下来是关于百度的消息 这家中国科技巨头报告称 第三季度营收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 得益于广告收入的增加 百度一直在进行人工智能方面的重大投资 并计划继续优先考虑人工智能投资 以推动未来增长 最后是关于全球金融市场的消息 投资者预计美联储将在明年初停止加息 这导致欧洲股市保持了五个半星期以来的高位 同时美元也处于二个半月以来的低位 这些新闻故事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趣味和话题 展示了当今世界的动态和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人工智能 科技公司和金融市场等领域的竞争和发展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和观点吧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出问题 谢谢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